我是危险很大 机会 大家好 中尾有一年一年左右的时间 状态都不是非常好 但是从近 波威多了一点 依靠对方失误得分 他能力提高的比较大 因为这个镇手他没有说 他也感觉他过去两年他没有这一拍 但是他这种进攻的突然性还是比较强 但是没有像现在我们所看到 迹克也厉害 他成名这么多年 对于他这几项特长 比如说他反拍的过渡和抽杀 机会 看完半场 又才有所考虑一下 对 他可能就要要求就要更高一些 我不能离往太高 那么 而且呢可能在处理的时候 可能一光还要再注意 陶飞克是不是在往前 应该扣球 虽然说你可以力量可以加大你的力量 但是在角度的掌握上是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你如果压的太多容易下午 你如果不压 那么这个球可能平抽过来 轻生这种平抽快打这种局面 转开过渡 转开过渡 把球挑起来 好 李宗伟这个也不是白给 他往前质量也很高 这怎么对角 双达比赛 比赛号 MD328 由印尼的亨泽拉佐达1 MD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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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要有这个能力才有可能去争夺世界冠军 没这能力 人家就算往前或者 所谓的回头球 就是你来得快 我回头更快 直接到你的后场 他这个技术确实对对手是危险很大 哇 追身的球 有点高度 但是 如果说你太用力 你可能失误 你不是非常用力 那么我早有 好 黄的漂亮 比赛接着进行 哎呦 好球 突然一个变化 卡菲特这个应变能力还是不错的 挑起来 注意防守 下中路放网 卡菲特连续稳健的防守起球 放网 因为你前面发了一个后场 这个球他估计你不会发 所以呢整个中心都移得非常前面 半决赛的对手在争夺战 曹菲特和李宗伟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迎战林丹 在半决赛领先的情况下 被对方连得五分 输了第一局 第二局又是20比17领先 又被对方连追三分 好在稳住了阵脚 22比20扳回一局 曹菲特在这局进攻有非常压力 这局有机会半场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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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事先应该是做了一个正确的判断 一开始就那么打 这个反派的杀球而且还敢打点 但是李中伟居然就是没有反应 机会 没有吹垮对方的意志 对 在这个阶段李中伟我们看看打得非常自信 而且非常的耐心 让李中伟获得了赛点 李中伟连续拦掉 上手 放网 扑 机会 好球 李中伟的头顶一个直线杀球 本节目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